去年的三月份 我们为大家试驾了这个全新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试驾它呢? 因为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个是混合动力的版本 而且是 CKD 的车型 也就是说这个 Corolla Cross 成为了第一款 在马来西亚 CKD 的 TNGA 车款 那么 CKD 之后的 Corolla Cross 跟之前的车型有什么相比呢? 在今天的简短试驾影片中 我们带大家迅速的看一看这个 CKD 的 Corolla Cross 跟之前的 CPU 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CKD 过后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依旧拥有 1.8 公升 G 跟 1.8 公升 V 的自然进行引擎 可是新增加了这个 1.8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它跟之前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是混合动力版本 你可以看到泛蓝色的 Logo 还有这个 LED 头灯组有蓝色的点缀 至于原本的两个版本呢 以前的 1.8 G 是没有 LED 头灯组的 只有 1.8 V 才有 现在全车系标备了这个 LED 头灯组 至于在轮圈方面 1.8 G 的版本搭载的是 17 吋的轮圈 1.8 V 跟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则是 18 吋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升级呢? 那个就是它的安全配备啦 在 CPU 的版本呢 顶级的 1.5 V 拥有 Toyota Safety Sense 安全配备 可是在 CKD 的版本上面 它们的 Toyota Safety Sense 进行了升级 1.8 G 的版本依旧没有这个功能 可是 1.8 V 跟 1.8 混合动力都有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们的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从原本的没有 Stop Angle 变成了有 Stop Angle 所以买了 CPU 1.8 V 的车主我只能说 引擎的部分 1.8 V 自然进去版本 动力没有改变 依旧是最大马力 139 PS 缝制扭力 172 Nm 匹配可以模拟奇数的 Super CVTi 变速箱 至于这个混合动力呢 还是 1.8 V 的引擎搭配电动机 这具 1.8 V 的阿金生引擎 在结合了电动机之后 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 122 PS 匹配的是 ECVD 的新型齿轮变速箱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引擎有一个重点 就是引擎的摆放位置是向内倾斜的 也就是说原厂故意的把重心向内推 让这辆车拥有更好的操控表现 还有一点就是 不要看这个 1.8 V 的混合动力引擎 看似用了很久 但是其实在这一代的车型上面 原厂更新了这个电动机还有电池组的设计 新的电池组设计比起以前更小 但是电池的容量更高 而电动机也变得更小 而且它的效率也更强 因此 这台车跟普通版的车型 相比呢它的重量只差了 20 多公斤而已 那么 这个电动机跟电池缩小带来什么好处 走我们去看一下后座 这一个电池组缩小之后 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尾向空间完全没有被压缩 而且重点是它的空间大到可以让它容纳这一个 备胎 虽然说不是全尺寸的备胎 只是铁 rim 但是好过没有 我相信很多人在意的就是有没有 splay打压 这个就是全新的电池组缩小之后 带来的好处 所以这个新一代的Toyota Corolla Cross 你就怎么样 对了 还有这个 电动尾门开启跟关闭 内装的部分基本上跟之前CPU的车型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大家想看之前CPU的内装介绍 可以点击我们上方的小白点 我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它们的差别 第一点就是CPU的车型 1.8G也好 1.8V都好 都没有数位化仪表 但是这一个拥有7寸的数位化仪表 而且可以显示这个混合动力的系统在充电 还有它们电池使用的状况 至于这边呢 则是多了几个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 包括了这个EV Mode 也就是说你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电池有电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纯电动的方式行驶 除此之外 一切的细节都跟CPU车型一样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不仅包覆性跟舒适性很好 而且对安全性也有帮助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试驾环节吧 Go 我们现在试驾的这个就是 CKD 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的版本 如果以 Hybrid Engine 来讲的话 Hybrid Engine 你不走这种相间小路 你其实真的是体验不到这个 Hybrid 的魅力 首先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电动马达做辅助 它在低转速的时候 它起步表现会比原本的这个 1.8公升的自然运行已经还要轻盈不少 当然这个就是它混合动力 在这个四驱驾驶的时候它最大的优势 而且它的油耗表现也非常非常的惊艳 对外来讲真的是很惊艳啊 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是一路从这个 Highway 这样子走 大概行驶了大概是120公里 然后加上我们在 Chaos 市区的时候 那些路段其实蛮塞车的 很多的车祸等等 弄到很塞车的 但是 目前下来这个里程电脑给我的油耗表现 有这个6.5公升 100公里 这个真的是很让人惊艳的油耗表现 所以这个我相信是为什么 Toyota 会要强推这个 Hybrid 的关系 因为这个油耗真的很难去让人对它拒绝还是什么 然后想讲一讲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我在去年我试驾这个1.8公升自然进去引擎的时候 我就对这个底盘的表现其实我是觉得不错的 毕竟这个 TNGA 主打低重心跟高刚性 所以采用这个平台打造的车款本身的这个数值都不会太差 而这一个 Hybrid 的版本 因为它在后座多了一个电池组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电池组会让这个车辆的配重更加的合理化 所以在这个乡间小路驾驶的时候你会觉得 混合动力引擎表现轻盈可以负担这些路况的需求之外 这个引擎的配重也会让车辆有一点驾驶的乐趣 这个驾驶感受整体来讲是比起这个1.8公升自然进去引擎还要好 然后 我觉得也是因为它有这个电池组的关系 所以它后面的悬吊它比较压得住 它的这个弹跳 碎震其实也会比较少 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了这辆车的舒适性 这个是我还蛮surprise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 方向盘的指向性还是那么的清晰 所以我刚才有试了稍微试下这个蛇型 它基本上可以给到我立即的反馈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把这个CORORA ALTIC Sedan的方向盘的设定 直接套用在这个CORORA CORE上面 虽然讲SUV的高重心表现注定了它的操控表现 不会跟这个SEDAN很像 也不会有SEDAN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以一台SUV的标准去看它 它这个表现真的是不差的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一点就是 这一个混合动力的版本的后悬调 同样的还是Trosion Bean 所以你真的是在一些比较极端的驾驶情况 例如说你真的要推它到它的Limit 其实这个Trosion Bean 我觉得它还是有着一个特性在 就是因为它不是非独立的悬调 所以左轮有什么反应 六轮也会被影响到 这个是我觉得它跟CHR最有决定性差别的地方 因为CHR后面是Double Wishbone 所以CHR的这个操控表现 已经是无限接近鲜碑车 这个CoraCost就是一辆很典型的Crossover SUV 可能这台车的家定位本来就是一个家庭车 所以它还是以舒适为主 如果是舒适这一块 我不能否认它是真的蛮舒服的 不管是它的悬吊设定吸收碎震很好 然后它的这个座椅设定 包覆性非常好支撑性非常好之外 在舒适性方面 我真的找不到太多可以去挑剔它的地方 如果硬要讲缺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真的是需要比较大动力 你在拉高转速的时候 那个引擎的噪音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价位的SUV应该都会有这样子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在 撞过这一个不平路面的时候 其实这个轮胎的噪音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引擎式的声音 比较明显 OK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高速公路的行驶感受 Toyota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Toyota 这台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这个平稳性 我觉得是不错的 以同级对手来讲 你真的可以体验到这个TNGA平台 为这辆车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刚才在Highway的时候 我大概是以时速110 120 这样子去行驶的话 我觉得它的这个稳定度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会觉得后悬吊的弹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明显 这个或许是因为胎压的关系 等一下我们去缺缺胎压就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试驾活动开始前 原厂有特别声明一点就是 他们有针对这个车的隔音表现进行改进 也就是说这辆车的隔音表现会很好 例如说他们用了这个隔音玻璃 所以其实有时候从前方那种一直撞风声的那种撞击的声音 在你的车辆前方是不大明显的 然后我觉得我听得到的声量就是在这个 你踩引擎的时候那个转速拉高的噪音 如果我讲你不是一个喜欢开快车的人 然后你的时速大概就是110-120左右 这辆车你真的会觉得它非常的安静 然后还有一个surprise就是它的底盘的隔音 会比起这一个 呃 Corolla Autist 还要更好 因为Corolla Autist 之前我们也试驾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那辆车我最好最不满意的就是底盘的隔音 虽然讲这一个Corolla Cross 跟它是同一个 TNG NGSE 的平台打造 但是它的Corolla Cross 的隔音真的好太多了 我觉得这辆车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家庭 SUV 当然它可以带给你一定程度的驾驶了去 但是它又能够兼顾到这个舒适性 尤其是刚才我坐在后座的时候其实我有小睡了一下 真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旁边的那一车的那个噪音 真的是我其实我应该是睡到宜包我都不会醒 我很喜欢它的舒适性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一下这一个混合动力引擎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情况 如果讲你对动力很有要求的话 你一开始上这台车你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因为这台车的这个动力表现 我觉得其实跟原本的这个1.8L 自然进行引擎 差不了多少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是122PS 比起这个自然进行引擎的139 略为低了一点 可是实际上当你开了一段时间过后 你会发现这个引擎好像也不是那么 Under Power 可以很肯定的是这辆车你在满家人上云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虽然它没有 Pedershift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这个运动模式加上这一个 B 的档位 这个 B 的档位除了可以帮助你的这个车辆更快的帮助引擎充电之外 其实它对加速我觉得有点意外就是加速的表现也是有帮助 所以你进了 B 档之后它的这一个油门的反应会比较轻快 而且甚至会有一点点的贴背感 这个是我比较 Surprise 的地方 所以我对这辆车这个驾驶体验的结论其实就很简单 它是一款家庭车 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它会为你带来惊喜 你想体验一下这一个混合动力引擎带来的这个驾驶感受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 首先原厂给予八年无限里数的 Warranty 包括这个电池还有它的一些组件 还有这个动力控制单元 而且如果你觉得八年不够的话 原厂还提供 Optional 选配额外加多两年 总共就十年 这台车用十年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用回本了 而且十年里面你不用担心这个电池组 或者是电动机的一些部件坏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试驾环节就到这里结束